第一次联席会议议事录 时间105年3月14日 上午94分至12时4分 下午20时37分至50时54分 地点群贤楼酒楼大礼堂 出席委员黄委员国昌等40人 列席委员陈委员廷飞等40人 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陈维仁等 主席陈召集委员其迈 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七案 审查委员叶宜金等30人 依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案 本日会议经委员叶宜金等 说明提案要指 内政部部长陈维仁报告 委员黄国昌等21人提出质询 军经内政部部长陈维仁等 及其答复说明 决议一 寻答未必 令定期举行会议继续寻答 二 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 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 请相关机关竞速以书面答复 散会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 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 假如没有错误或遗漏 我们议事录确定 现在进行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七案 继续审查委员业仪经等三十人 移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七案 第八案至第十案 审查委员林俊县等十七人 移据不当党产取得处置条例草案等三案 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先介绍列席官员 我就不一一介绍 因为大概跟上次列席的单位都差不多 我们有内政部部长 还有民政师 地政师 合作及人民团体师筹备处 另外我们今天有增加邀请 警政署副署长陈家昌 还有移民署副署长张奇 司法院監察院 法务部 财政部 交通部 交易部 经济部 经管会 文化部 国防部 主气金融处 言明会 卫福部 主气总处 人事行政总处 权序部 退伍会 农委会 跟国发会 都有派演列席 好 那我们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在上次巡打进行到 这个还没有结束 但是院会又交下来有三个案 那我们是先请这三个案的提案委员 来做说明 提案说明 那第一位我们请时代力量党团 时间五分钟 主席好 各位同仁早安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 这次的提案说明 主要是为了落实转型争议 并建构政党公平竞争之环境 保障各政党在有公平基础良性竞争 以促进台湾民主之深化 对于戒严时期 政党违背政党本质 侵害第三人之自由权 财产权及其他法定权力 而获得之财产 或是透过以政党领政 党国不分 以无偿或显不相当的对价取得 原属国家与人民的财产 不符民主原则 于实质法治国要求 认为有特别规范处理之必要 而本党团这次的提案 主要有五个大特色 第一个就是吹哨者保护 及奖励的部分 其中载明若政党有故意或遗漏 没有申报的不当党产 由第三人揭露的话 可给予奖励 第二是资讯揭露者免责规定 第三是关于受害者的权力回复 因为过去在威权体制下 政党有部分的财产 是由中央或地方